What car wants to know? 你知道吗? 据说咖啡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牧羊人卡尔迪发现的 因为他发现他的羊吃了红色浆果后变得特别有精神 这些浆果就是咖啡豆 在美国,每年听到国家咖啡日,National Coffee Day 但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 让我来快速带你了解这个节日的起源和几个咖啡冷知识 首先,别搞混啦 国家咖啡日是美国的独有庆祝日,每年9月29日 他跟11月1日的国际咖啡日不同 国际咖啡日强调公平贸易和支持咖啡豆浓的生计 而我们美国的这一天呢,是为了让大家好好享受一杯咖啡 美国的国家咖啡日起源还真不太清楚 但可以追溯到2005年 直到2009年,新奥尔良的咖啡节让这一天真正火了起来 商家活动当然功不可没 每年的9月29日,Starbucks,Dunton等咖啡巨头都会推出超划算的优惠活动 大家可以喝得尽兴 美国现在有超过38,400家咖啡店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而且每年美国人消耗超过400亿杯咖啡 相当于美人每年喝700杯 最后来个,不是很有用的冷知识 世界上第一个网路摄影机居然是用来 没错,是为了监控一壶咖啡 1991年在剑桥大学的电脑实验室 科学家Quinton Stafford Fraser和Paul Jadetsky 为了不让大家白跑一趟去看咖啡壶是否还有咖啡 特别设计了这台摄影机,叫做Trojan Room Coffee Camera 所以,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发明了 全世界第一台网路摄影机 居然是为了监控咖啡壶 这就好比发明飞机只是为了送外卖 总结一下,国家咖啡日 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商业运作的感觉 但想想看,我们多了一个光明正大享受咖啡的理由 不是挺好的吗? 赶快去约朋友喝杯咖啡吧! 对这样的美国Fun Facts有兴趣吗? 立即追踪我们订阅,Don't miss out!